男人正在给搬家工人发烟 没想到妻子看到后 竟直接走过来对他破口大骂 烟不要钱 记者不要钱 对于妻子的谩骂 男人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很显然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 在外人面前这么丢脸了 男人叫老马 虽说是从农村出来的 但他凭借自己的努力 从一名普通员工做到了车间主任 还在城里分配到了一套房 而他的妻子小丽虽是城里人 却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商业小贩 自从两人结婚以来 性格强势的小丽 没有一天不嫌弃老马是个乡下人 他在生活中处处压制他 就连在外人面前 也从来没把他放在眼里过 这天他们刚分配到新房 出于人情世故 老马给搬家师傅滴烟地水 没想到小丽看到后 立马冲过来制止 甚至还当着外人的面对老马骂骂咧咧 老马当场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晚上小丽做好饭菜 打算和老马庆祝乔迁之喜 但老马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一想到搬家师傅对他说那些话 他就觉得憋屈 原来白天趁小丽不在 搬家师傅便好心劝他说 虽然我们只是普通的工人 但和老婆之间也是相互尊重 而你好歹也是个干部 怎么能在家过得如此憋屈 老马一想到他们说的话 再联想到这几年来 自己一味的隐忍 终于鼓起勇气跟小丽说出了那句话 我要跟你离婚 这几个字对于宝丽来说 犹如晴天霹雳 于是第二天 他找到闺蜜哭诉 闺蜜告诉他 你要是不想适去老马 那就得先改变自己 才能把他牢牢拴在身边 听从闺蜜的建议 小丽回家就做了一桌好菜 可等了半天老马却迟迟没有回来 此时另一边 老马正在跟同事吃饭 在外人面前 他侃侃而谈 完全没有在家时 那种第三下四的模样 而在同事眼里 老马也是无所不能的好领导 回到家 小丽放下姿态 轻声细语给老马洗脚 但老马依旧没有给他好脸色 小丽见他不为所动 甚至让儿子帮忙求情 都没能改变他的心意 所以说父母吵架 受伤的永远都是孩子 次日 老马去上班 正巧遇上了 昨晚一起吃饭的小丽 小丽开口就是 马主任生日快乐 这让老马又惊又喜 她是怎么知道自己生日的 虽然小丽解释 她是无意中听人说的 但她一脸娇羞的表情 已经出卖了她 这下老马的心 彻底被这个体贴 温柔的小姑娘扰乱 下午保丽就接到 老马加班的电话 小丽瞬间就起了疑心 平时从不打电话报备的人 今天如此反常 必定有猫腻 于是小丽早早守在工厂门口 等丈夫出来后 就一路尾随她 果然没走多远 就看到老马 和一个小姑娘 轻易地晚在一起 女人怀疑丈夫出轨 于是每天 到她上班的地方蹲点 没想到 竟发现丈夫 带着女同事走进了宾馆 小丽一脸不可置信地 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幕 为了一探究竟 她从前台那里 骗到了房间号码 刚走到门口 就听到房里 传来不堪入耳的声音 保丽心如死灰 她愤怒拿起 旁边的灭火器 就要破门而入 这时一个路过的小男孩 叫了一声妈妈 一下换回了她的理智 为了给小宝一个完整的家 现在她要做的 就是如何让丈夫回归家庭 所以再三思虑下 她给派出所打去了电话 我要举报 民主路 楚雄大厦正对面的巷子里 桃园宾馆206房间 有人正在卖音票账 没多久 老马就被带到了所里问话 因为影响恶劣 她还被工厂隔了职 回到家 老马自知心中有愧 在小丽面前又矮了一分 小丽看她这样 又理直气壮起来 甚至还在闺蜜和孩子面前 阴阳怪气嘲讽老马 她的话难听到闺蜜 都劝她收敛一点 可她却不以为然 对于自己害老马丢工作的事 她没有丝毫的愧疚之心 反而还破口大骂老马 是乡下人 还说凭自己的好长相 配老马都算是她高攀 这样尖酸刻薄的话 就连闺蜜都忍不住怒斥她说 老马之所以变成这样 都是被她给逼的 还让她以后别老在老马面前 提香下人那种伤人的话 对于闺蜜的好言相劝 小丽一句也没有听进去 安生的日子没多久 老马把婆婆接到城里尽笑 不料小丽当场就甩了脸 还把老马臭骂一顿 婆婆不愿意让儿子为难 悄悄拿着包袱走出了家门 她边走边无助地哭泣着 最后还是孙子小宝把她叫了回去 小丽看到后也没再说什么 拿起一个小床 就到小宝的房里搭起来 只是经过小丽这么一闹 让老马在这个家更加喘不过气来 第二天她找到小周想再续前缘 但没了主任马甲的她 已经让小周对她兴趣全无 等她回到工厂又是一个恶号传来 裁员的名单里有她的名字 这下家庭爱情事业都没了 老马对生活彻底绝望 于是她写下一封遗书就投疆了 派出所的同志上门将遗书交给了小丽 信里面提到了对不起妈妈还有小宝 关于小丽的话一句也没有 病医馆里 白发人送黑发人 婆婆哭得撕心裂肺 儿子小宝更是愤怒地垂打小丽 让她把爸爸还给自己 尽管这样 小丽还是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之后的日子 小丽为了供小宝读书 转行做了扁单挑夫 她把所有挣来的钱都交给了婆婆 可尽管这样 她依旧换不到小宝的一个笑脸 时间一晃十年过去 小丽脸上已经有了岁月的痕迹 但她仍然干劲失足 儿子小宝的成绩很优异 而且马上就要上大学了 真是不枉费她辛苦了这么些年 唯一让她感到难过的是 小宝对她的态度依旧没改变 为了不影响小宝高考 婆婆提议让她搬出去住几天 没想到她一出去 婆婆就病了 小宝来找小丽 却撞见她和一个男人在一起 奶奶生病 儿子来找妈妈 却撞见她正在给别的男人错呗 儿子一气之下 大骂两人不要脸 男人也不惯着她 把她按在地下就要揍她 情急之下 小丽抡起旁边的酒瓶 就朝男人头上砸下去 楼下的小弟听到动静 纷纷拿着家伙冲了上来 小丽赶紧用身体护住小宝 男人见状也没再跟他们计较 几天前 小丽为了不影响儿子高考 决定搬出来住几天 她在找房子时 遇到了刚出狱的阿健 阿健暗恋小丽多年 才好心收留她到自己那里住 没想到却被小宝 误以为两人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 不久后 小宝如愿考上了大学 小丽人开心的都要起飞了 当晚小丽回家为小宝庆祝 没想到她竟搬出了老马的一项 要和小丽恩断一绝 小丽那颗炽热的心被击碎 可这还不算 接下来小宝的话 才更让她崩溃 都是你害的我十年没有爸爸 现在我终于长大了 考上了大学 我不要你给我学费 我有奖学金 我还可以去打工 我再不要你管 房子是爸爸留下来的 你搬出去 让奶奶住 小丽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这十多年来拼命赚钱养家 到头来儿子不仅不想认她 甚至还要把她赶出家门 一气之下 她把小宝叫到天台 狠狠扇了她一巴掌 怒斥她做人不能没有良心 自己为她活了大半辈子 吃了多少苦才把她培养成才 凭这个养育之恩 她就有义务赡养她 话没说完 小宝就拿出在爸爸相册里看到的照片 原来小宝去见了小周 小周告诉她 那天我在餐馆里告诉你爸爸 当年打电话报警的人正是你妈妈 她心灰意冷又惨遭下岗 所以才带着绝望和愤恨投了将 听到这一切的小丽彻底崩溃 她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才是逼死丈夫的罪魁祸首 她跑到丈夫出事的地方崩溃大哭 她想不明白 明明是丈夫背叛了她 为什么最后大家都来怨恨自己 就在她濒临绝望之际 一群跟小宝年纪相仿的学生 走过来让她帮忙拍照 看着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 小丽突然意识到 这十几年从来没看到小宝这样笑过 这一刻她想通了 或许只有她离开 儿子才能健康快乐地成长 回去后 小丽开始收拾行李 还把房本拿给了婆婆 婆婆劝她孩子小不懂事 别去计较她说的话 但小丽此时心意已决 要是我走以后 她能像别的孩子 那样高兴 那样玩 叫我干什么 都可以 最终 小丽还是带着遗憾和不舍 永远离开了这个 让她万箭穿心的家 但幸运的是 往后的日子 还有阿剑伴在她左右 至此电影结束 本片名为《万箭穿心》 她改编自武汉女作家 芳芳的同名小说 讲述了女人李宝丽一家 从搬进丈夫单位分的新房开始 先后遭遇婚变出轨 丈夫下岗跳江自尽 自己去汉政街小商品市场 做扁单挑货十年养家 甚至为了供儿子上大学卖血 最后却被扫地出门 惨遭这个马家被弃的坎坷经历 所谓性格决定命运 李宝丽此后所遭遇的种种 都是因为自己的性格 以及自己原生家庭影响 和社会经济大变革的动荡 共同造就的 到最后不得不让人感叹 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